命太过短暂 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亦每个人都当过梦想家 也都曾编织过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梦 那些孩子对美好未来的最初向往 虽然说 我们的人生都会开一次花 但不一定都会结果 可追梦者坚持下来时 他们终于成功了 两人生只有你自己想努力 才能真正的努力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用逼迫让你达到的目的 它只能释出有你自己内心的意愿 你才会真正的着手去调整 去完善 去提升 去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三生命太过短暂 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四大多数人做事没有成功 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做的破力 缺少奋力盼薄的勇气 破力沉睡的人体内 一旦被唤醒 会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来 你不要受自主繁离破 禁闭的思想影响 而放弃追寻理想的破力 无用不要羡慕那些生而富贵的人 物质世界无穷尽 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 而是努力改善 使生活充满希望 使生命每天向上 不要求你有钱 但是要答应我 明年下个月 明天都比现在多一点 六即使行动导致错误 却也带来了学习与成长 不行动则是停滞与萎缩